蔡英文其實你看他的這些東西 就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一點就是 他無心嘛 也就是他其實根本不想參加 這個什麼國家祈禱會 他這些人他也不想認識 你至於旁邊坐的是 姓彭的還是姓黛的 他有在乎過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管你那麼多 所以他才被人家抓包 就隨便講誰叫你坐在姓黛的旁邊 我就覺得是真的 你怎麼講 正常的人會怎麼回答 這蠻荒謬的 就對不起就是 我記錯不好意思 通常就這樣就結束了 這個人是幫我牽扯的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借寒冰 對啊 我就覺得 難道那天坐 那天他旁邊坐的是我 他就變成縣文會了 是這樣嗎 所以這樣我覺得解釋了幹嘛 這有什麼好解釋 根本完全無需解釋 然後我也比喻講 開災節那個事情是很有名 何錦鴻老師講過 對 就是他人家 你如果真的不想念那些東西 你就不要去 你可以不要去 你不要去可以吧 那你又要去又懶得念 我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嫌人家字太長了 而且我連念幾個字 你都不願意學 然後你告訴我說 你有1.5個博士 這賤鬼了吧 我真的不知道 這人腦袋在想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句話最好笑 他說35年前 都是用打字機的時代 所以有錯字在所難免 請問一下 現在電腦打字不會錯字嗎 一樣會錯字 這跟打字機有什麼關係 而且打字機其實也可以修正 當然可以修正 我就用過打字機好嗎 雖然我很老沒有錯 我們學生的時候 就是用打字機 結果用打字機怎樣 用打字機就用完修正了 錯誤跟你用什麼機器 完全不相干 你用什麼機器都會錯 結果一下這跟用打字機的 觀點是什麼 這個邏輯基本上有問題 我覺得好奇怪 這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然後泰國這個也是當年 變成一個大笑話 拜託你要去哀悼人家 最起碼要把人家國民弄對 人家國民都搞不清楚 就好像我們網路上 常常流傳一個笑話 你知道就是有人要去攻擊台灣 老公要攻擊台灣 結果後來打到泰國 就一樣 因為那個兩個傻傻分不清 台灣泰國分不清楚 你身為一個總統 連這種事情都不在乎 表示他根本無心做總統 蔡英文只想享受總統的光環 不想承擔任何總統的責任 這才是今天中華民國最大 恐怖的地方 賴清德我也覺得很好笑 這些人好像永遠講不聽的 又在那邊扯說什麼 要跟對岸對等尊嚴 然後和中國合作 你光是這句話 兩個就已經不可能合作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想用國與國的方式 跟對方合作 可是對岸就不想跟你用 國與國的方式 所以當你有這個前提的時候 就已經不用合作了 不是嗎 那你就直接告訴我 你不想合作 不是更好嗎 何必每次都扯這些呢 其實你們沒打算要跟對方合作 那就明講 我覺得要尬詞一點 你賴清德如果今天直接講 我就是不想跟你中國合作 因為怎樣不然來打 你有什麼這樣講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 至少表明你的真心 就每次都講這種言不及義 而且大家都知道 根本不可能會實現的話 我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魔獸我老實講 我真的覺得真正害他的人是誰 其實也不是賴清德 他是經紀人 你身為一個經紀人 什麼錢都要賺 這種錢你也要賺 你把安排去這種場合到底幹什麼 你不是在害你自己的 那個 害你自己的球員嗎 何必做這種事情呢 那賴清德當然 賴清德害的人多了 也不只魔獸一個 魔獸只是他名單之一而已 所以 每一次都要把政治的東西 搞到這些東西去扯不清 到最後誰沾到誰倒楣 那以後想要沾政治的 自己去看看魔獸的下場 而且我覺得魔獸那個印號也很好笑 什麼很多時候我們這個地方 你扯這個幹嘛 我覺得魔獸不要再講 越講錯越多 就是不要講 因為事情很快就會過去的 那 陳建人講說藉由國建國造 國籍國造的能力 台海能和平穩定 為什麼 國建國造國籍國造 就能和平穩定 我們早就會照IDF 我們那個 成功級也是我們自己建 那台海為什麼沒有和平穩定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拜託講話有點邏輯好不好 那台積電現在就是被看衰 這沒辦法 因為這個就是被美國跟台灣 我們自己一起聯手努力 把他弄衰 這個怪不了別人 大家一起把他弄衰 那衰就衰了 可是大家還要硬講說沒衰 我覺得這才可怕 然後現在 老美因為他自己內部的經濟問題 他現在又積極要跟中華大陸接觸 那萬一他們兩個之間又變好了 那我們台灣怎麼辦 你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到時候又被人家落在那邊 又要再被出賣一次 我們以前已經被美國出賣一次 這次準備再被美國出賣第二次 大家好好想清楚 好 謝謝大師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任何一個人 不要說總統 即使是普通人 你如果要引用別人名字的時候 在一個正常 這個很正式場合上去演講的時候 你要把人家名字要先弄清楚 真的 而且你要稱這個名字的話 你就要確認 更不要說蔡英文今天的職位 她這個職位說實話 她要上去講話要有一個稿子 她不是就是一個讀稿機嗎 這些下面幫她的這些幕僚都要弄清楚 你在這個場合 你要稱哪一些人名字對不對 你也不能掛意露外 這個都是要很怎麼講 很認真很嚴謹的做事情的 蔡英文一再出錯嘻嘻哈哈的 可見她的團隊很鬆散 就是說沒有專業 然後她的領導無方 又沒有真正有專業的人 在旁邊幫助她 所以就一再的出錯 這個其實是讓人家看笑話的 這個不應該出這個錯的 你這個要處理重要的事情 小事都做不好 你還做什麼大事對不對 所以她沒有受過嚴謹的訓練 本人的態度非常什麼 她有一點她態度常常很輕飄 這個做總統這個是大忌 可是她的性格就是如此 可是她身邊又沒有專業的人 都是找一些爛魚沖樹的 在旁邊怎麼樣 在旁邊只會跟著她胡家胡威 所以一遇到很多場合就荒腔走板 她這一次在這個大庭廣眾上荒腔走板 你知道她不是代表她個人 以她的身分 她是讓中華民國蒙羞 她不太清楚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已經對她已經 也不是說對她這樣子已經習慣 無法習慣 代表中華民國的一個人 這樣子的荒腔走板 這個對人家講 對那個彭蒙羞來講 也是一個奇詞大辱 另外也有人就說彭蒙羞 這個名字在台灣是什麼 有一點像這個家喻戶曉的名字 她這個大小姐居然不知道 可見她跟台灣社會是很疏離的 完全不接地氣 一個民選出來的總統 如果這麼不接地氣的話 可見這個總統 基本上體制出問題了 那個黨也出問題了 我們國家在這種人的領導之下 他根本就下勤無法上達 他活在他自己的天龍國裡面 那再加上就是說 去人家的大使館裡面去吊葉 居然寫字把人家國名給寫錯了 這個在古時候要人家打仗的 這個你是 人家會說你是看不起我還是什麼 還是怎麼樣 這個基本上 這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彭蒙羞已經不可原諒了 再講到以前這個不可原諒 可是他都是怎麼樣 他都無所謂 這個因為我作代性戴了 那你這個泰人的話 TAI這個發音跟THI一樣 你再找理由吧 你再解釋的話 你看泰國人怎麼想你 搞了半天你原來你嘴巴上講都假的 所以我就覺得一個連論文 都可以號稱自己拿到博士學位 可是始終看不到論文的一個人的話 真的他犯這種錯誤 他自己也不當一回事 我想跟他這個跟他這個人的品質 跟他所代表的那個推他出來那個政黨的品質 非常有關係 我覺得就是現在這個像剛剛韓彬也講得很好 像我們已經忘記了那個電黨的行政院長 沒事他做了什麼事 雞蛋的時候要雞蛋是沒雞蛋對不對 現在物價漲翻天了也沒聽他出來說一句話 那只有說什麼 這個蕭美琴在那邊在美國 我們一個前美國人駐美代表蕭美琴在那邊講了幾句話 在台灣講的話沒有人聽得懂 藉著國艦國造國機國造的努力 就可以讓台海可以和平嗎 請問一下你的國艦國造你的艦造出來沒有 潛艇在哪裡對不對 你那個國艦連連只有多少噸 只有499噸吧 還不像人家是那個屬於艇級的 你給他搞到500噸變成艇變成艦 就會造成台海和平嗎 所以我覺得整個來講 目前這個蔡英文的整個團隊 操守很差 能力不行 態度又什麼 態度輕挑 所以台灣過去每況愈下 就是這一批人搞出來的 他們要負完全的責任 從今年初開始的話 大陸的外交從過去的大部分是首勢 現在已經反手為攻了 所以大陸的攻勢看起來的話 是全面出擊 然後對於美國的各方面的指控 都是立刻回語這個強烈的回擊 不過因為這個所謂的這個 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 這國際上並沒有一個定義 沒有一個嚴重的定義 嚴格的定義 通常我們認為國際上有一個組織叫OECD 那麼這個組織叫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總部在巴黎 如果能夠成為他的會員通常就分為說 已經進入已開發國家 是屬於經濟發達國家 如果沒有參加的話或沒有被接受參加的話 你就還不到那個門檻了 所以中國大陸目前還不是OECD的會員 所以你硬是說他不是發展中國家的話 那也有點牽強 那在WTO裡面他有一個所謂的一個 發展中國家工作小組 那這個工作小組基本上是採取自願參加的 這個身分進去 也就是說你認為你可以參加 你是屬於發展 你就可以參加 他沒有一個明確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標準 過去的時候我們也在裡面 我們用中華台北民意參加的我們也在裡面 那加上新加坡馬來西亞都在裡面 所以美國當時就對這些國家都警告 不過問題就是說這個組織反而是自願的 可是現在國際上只有對一種國家 它由聯合國來認定 它叫低度發展國家 這個叫LDC Least Developing Country 那這些國家的話 它在各種的國際的這種 不管是條約關係裡面 給予的特權待遇裡面 它通常享有特權 所以事實上能夠享有比較多的 真的國際差別待遇的話只有LDC 發展中國家事實上並沒有這些特別的待遇 不過我認為美國要單方面決定一個國家發展 是發展還開發中國家 目前它沒有一個客觀的論述 那麼我們認為的話 應該起碼你要變成OECD的國家 你就可以脫離發展中國家這個水平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在這個方面 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我覺得說服力很不夠 所以中國大陸事實上它這種反駁 如果從我們從真正的國際理論 國際政治理論角度的話 應該是比較站住腳的 另外現在就是說 現在整個來講 美國跟中國大陸關係 可以說是既鬥爭又聯合 既聯合又鬥爭 美國雖然對中國大陸從各方面都採取這種 所謂的這種脫鉤的這種做法 可是到目前為止 各位不要忘記 去年2022美國跟中國大陸的貿易 創下歷史上新高 所以脫鉤的部分到目前為止 美國跟中國的脫鉤部分是極小部分 只是說被炒得比較大一點 即使是今天很多美國認為可以卡住中國大陸脖子的這種高端晶片 那麼事實上美國很多廠商還在繼續提供大陸 比如說NVIDIA他們對大陸提供這些所謂的這種高端晶片 他說我這個是專門替中國大陸設計的 不違反美國的所謂禁運的規則 所以我覺得美國也是還是在鬥爭之下保持一種理性 這個理性是什麼 就不要讓他自己的廠商受到太大的傷害 所以這個基本上我們今天看美中之間的鬥爭 是激烈之中也有緩和之處 美國是不是可以全面跟中國大陸做全面對抗 目前美國也做不到 中國大陸是不是可以跟美國全面對抗 也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今天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就是在打打談談 可是這個過程中 我是覺得蔡英文政府的整個外交政策有問題 她在這個選擇一面倒 一面倒上中國大陸 那麼如果說今天這個 昨天前天王毅跟蘇利文會談的話 如果談的是台灣問題的話 我就想要問一下蔡英文政府 你們知不知道他們內容在談什麼 我們變成雙兩強之間談判的一個標的 結果如果說蔡英文都不知道 雙方在談什麼的話 那不是說我們就是別人的籌碼了嗎 所以我是覺得今天台灣的處境 我們不要認為美中之間 我們選擇美國就是自己萬五一絲 抱緊美國大腿台灣就可以擁保安康 這是最錯誤的一個方法 沒有一個國家會蠢到做這件事情 即使是像日本 韓國 我們這個綠色政權天天說的什麼 日本人要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人家跟中國大陸關係 比我們兩岸關係好太多了 各種高層 中層 基層通通都在溝通 沒有像我們現在這個蔡英文政府 跟大陸一點溝通管道都沒有 而同時情況下我們43%的外銷 是依賴於42%的外銷 是依賴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場的 中國大陸只要關閉你三分之一的市場的話 可能我們整個的經濟會受到重創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蔡英文政府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政府 我覺得這個到底中國大陸 是不是發展中國家 為什麼要去爭這個東西 因為中國大陸當然盡力要爭取 自己還是發展中國家 這樣才能夠在經濟上 占到有利的地位 美國當然就是希望把你 抬升為以發展國家 這樣我就可以讓世界 給你的優惠更少 讓你要負擔的責任更重 讓你的成本提高 其實目的就是這樣子而已 中國大陸 所以當然積極想要 自己待在這個方向 世界上只有一個250國家 自己把自己提升為以開發國家 你知道是哪個國家嗎 台灣 我們當初為了加入WTO 我們就自動招任說 我們是以發展國家 然後我們就進去了 進去然後就害死台灣自己 害我們付出莫名其妙的錢 付出一大堆 這就是台灣自己250大中力 充胖子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辦法 人家是在爭取利益 然後我們是在損失自己的利益 至於說 利用基因從事不可告人的活動 我其實沒太聽懂 中國大陸採集這些少數民族的基因 就控制他 他不採加金就控制不了他嗎 他不是一直都在控制他嗎 那人家講一些 他會做一些什麼昇華 什麼什麼之類的一些 我覺得講得太誇張了 第一個 我根本認為中國大陸的基礎 還沒到那個程度 全世界用基因控制能力 最厲害的國家是誰 就是美國 全世界都知道 而且重置這方面的生物實驗 最多的是誰 就是美國人 所以我在想你美國人 是不是因為你自己 正在做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告訴自己做賊喊做賊說 你看中國大陸有在做 是你自己在做 因為這是全世界公認的 是你在這個領域是最強的 所以你到底在講什麼 那至於說中美之間的狀況 我個人認為 當然雙方在差不多到四月的時候 已經到冰點 就是幾乎完全是斷絕所有的聯繫 那現在慢慢開始有一點接觸 但你說這個接觸會很快嗎 我不認為會 中澳看起來進程很順利 很快就發展起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關鍵利益不一樣 中澳之間真正的問題 其實就是美國 可是中美之間的問題 是完全不一樣 這是兩個大國之間競爭的問題 這個問題恐怕 未來幾十年都會發生 所以他們這樣子 就像大使剛剛講打打談談 我看幾十年都不會停 快到了上限的時候 都會發生類似目前的情況 就是兩黨之間相互的怎麼樣 行使這種威脅利誘 其實現在的眾議院掌握的共和黨 他們已經把條件跟拜登講得很清楚 就我給你1.5兆 解求你債務危機 可是未來的十年之內 你每年要減掉4500億的開支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合理的 因為你美國的債務不能無限期的一直累積 你要累積到何時 你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不能開闢財源的時候 你就要想辦法尊傑支出 而且十年一共才要採檢4.5兆 說起來面對現在美國已經接近 如果現在是31.4 再加上1.5兆的話 就是32.9兆 也不過減少了其中的4.5兆 這是一個我認為是很溫和的 一個相對的一個條件 我覺得拜登都不願意承認 拜登必須要對 我覺得我們今天很客人講 拜登必須要對逐漸失控的財務赤字 他有一個有效的辦法 可是你不但沒有見到他有任何 想要尊傑開支的做法 他還有很多怎麼樣 新的項目要開支 尤其現在到了美國的大選年的話 現任的總統常常藉著他這個 自己的行政權限在大開支票 大善鈔票 這個情況的話 不是拿全世界的財政狀況 做一個冒險 所以美國人常常就是說 他的美元現在是 不是美國單方的一個 他們國內的一個貨幣 他是國際社會在財經領域的 一個公共財 美國要做出負責任的這種 負責任的這種行動 所以事實上的話 我覺得我們今天也受到美元的這種 美國的財政影響 所以我認為反而倒是共和黨 對拜登提出來這個要求 不但核心而且合理 可是拜登講話講得很死 5月9號他跟共和黨的領導 眾議院領導見面以後一步都不願退 不過就過去美國美債危機的時候 這種通常都會拖到最後一刻 那麼通通會解決的 不過這個時候也可以看出來 大家會提到一個想到想法 這麼不對即使自己對美國的經濟 都不負責的一個行政 一個政治體制 你還期盼他對國際經濟有所負責任嗎 所以美債危機我想是給世界各國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號 就是應該開始要終結美元霸權的地位 如果繼續讓美元獨霸下去的話 大家都會受到 隨時會受到不負責任美國政府的這種影響 其實我覺得對習近平或是中國來講 他們現在很明確的就是 因為跟美國的競爭一定是個長期的鬥爭 所以很簡單就是不管你美國在那邊再怎麼搞 我就是走我自己的路 其實你看他一方面 我繼續向俄烏能夠和談 能夠停火這個方向去努力 另外一方面他在幹什麼 他在發展他的北極 因為大家都知道 隨著全球暖化的關係 北極航道未來是可能會開通的 所以全世界各國都在搶佔 北極的有利地位 美國跟俄羅斯因為本來就靠北極 美國甚至還有加拿大 也是他很好的盟友 所以他們早就站在很有利的戰鬥位置 他們過去一直很擔心 因為中國很久以前就說他也要插一咖 你知道其實不只中國大陸 連新加坡都說他也要去 你知道大家都想去北極站一圈 那現在他跟挪威在談這個 就是他要搶佔在北極的戰略地位 所以中國大陸的發展很顯然 就是按照他自己的目標帶走 可是美國呢 美國在亂 美國現在他們自己內部在亂 其實美在這個東西說真的 美國自己就是一個狂硬鈔票的國家 美在真的本身是個問題 其實不是問題 他們是借機拿來做政治鬥爭 就是民主黨跟共和黨彼此之間在暗鬥 特別是牽涉到選舉的事情 不然的話這件事情本來不會這麼難解決 那剛剛大使也提過 其實我覺得共和黨超級溫柔敦厚 他開的條件其實超級輕鬆 可是拜天就是故意不同意 因為他完全不想在這件事情上步 然後你看發動媒體去講這個 如果你這個美在上千不提高的話 種種可怕的解決 中國大陸也會壓迫我們 然後美國的行業 2024年總統大選 事實上只有兩個因素 會左右哪一個黨的勝敗 第一個因素就是檢驗民進黨 過去八年的執政成績 是否人民滿意 這一點基本上 目前蔡英文的這個滿意度 還有超過五成 這表示什麼 就是說要打這個議題的時候 是有攻擊的空間 但是基本上要獲得全勝不太容易 第二個就是來自於這個 如何面對大陸跟面對美國的 相關的議題 其實我比較不認為說是 什麼個人的號召力 或者什麼個人的基層 苦難民眾 在這場2024的選舉裡面 都不是重要的議題 舉個例子 這個2020年韓國有什麼輸 就香港反送中運動 那個因素是你任何其他競選活動 都無法去抵抗 因為那個時候國民黨 韓國的競選團隊要應付的 這個找不到好的方法去脫困 那就敗下陣來了 所以這個跟政治戰友的魅力 號召力 口號其實都沒有關係 請問一下未來在選舉裡面 美國跟中國會不會出現什麼問題 就仔細去評估 評估出差錯 對不起 可能任何一個黨就會垮下來 吳子佳談到了有關NCC的問題 就是檢驗民進黨執政的一個 可能的破口 因為這不是一個NCC的問題 不是一個中天新聞台的問題 它是一個你民進黨在執政 是否有操弄獨立行政機關 操弄司法 以及不尊重司法 不尊重言論自由 這基本上是各黨各派裡面的 共同價值 法治精神 就會使得中間選民5%到10%左右 會產生移動 那這產生移動 當然會危及賴清德是否當選 目前我們不能否認賴清德 現在在所有的候選裡面 還是處於一個領先的角度 其他侯友宜也好 郭台銘也好 柯文哲也好 都要怎麼樣 集起直追 但是那個幅度 那個隔閡那個區間 能然是存在的 台積電的被美國炸毀了 民進黨一片噤聲沒有人批評 沒有人抗議 我一點都不壓抑 民進黨就是要打一個什麼 親美牌一路親到底 其實台積電被炸毀也沒有關係 可是相對的國民黨的表現又如何 對不對 換句話說國民黨在這面對 這個台積電可能被炸毀的言論裡面 也是動輒得救 他還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好啦 如果大陸有新的議題 美國也有新的議題出來 國民黨在這應付這個東西 稍益不慎的話 2024要勝選 就會變得相對的困難 當然我不曉得說 現在國民黨人在想什麼 至於所謂的民眾 當然過了日子不好 基層過了不好 可是在這種狀況 民進黨還有將近 蔡英文的五成的支持度 你不能不說這是一個 很難攻克的一個大三 所以問題不在候選人的魅力 而是大環境所產生的因素 候選人也沒有正確的策略去處理 美國要把台灣推上戰場 絕對不是新聞 今天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司令 說要如何幫台灣加強 美國的參謀聯席會議主席 敏利也要說要幫台灣加強 你不管什麼加強 我們台灣就是這麼一點點能量 體量跟大陸的武裝力量差很大 你美軍又不敢在台灣駐軍 像韓國 日本這樣子的 你美軍又不敢在台灣 放置什麼核儲器 重要武器 連個F-35都不肯賣給我們 現在賣給我們那種艦載機 什麼F-18 買了也不到貨 污人將軍 買東西都不到貨 不要講大話好不好 很實際的 我們已經付錢的武器 你先賣給我們就好了 不要塞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給我們 我們國防部評估要什麼 你給我們就好 不要派那些烏山小陸用的美國教官 在阿富汗被打趴在地上來 跑來訓練台灣的軍隊 打城鎮作戰 天下最大的笑話就是這個東西 將軍從美國軍方所有的官方 正式的談話 還不是私下正式談話裡面 對台灣的軍方都很不滿意 台灣你看看什麼都沒有 能力不足 台灣資源短缺 迅代化努力不夠 什麼跟盟友之間的合縱連橫 都有關係 我們軍方要做什麼 就是要一直買武器 一直要依靠美方 他所要求的所有步驟嗎 這個美軍講的沒有錯 是誰造成的 二三十年前 你美國就把軍售一直在那裡 給卡我們的脖子 在加上我們自己也不爭氣 每年把國防預算刪 刪到他們根本沒辦法撐起來 所以你現在 他剛剛講的這些項目 你在短時間能補得起來嗎 後勤 補給 作戰指揮 現代武器 部隊訓練 軍技 士氣 隨便哪一項都不是很快能夠補充的 烏克蘭已經準備了八年 打到今天這個樣子 烏克蘭的條件 他人口比我們多 四千多萬人 地方也大 對 我們才兩千三百萬 地方也大 外國的物資能進得去 所以你真的要打起來的話 台灣比不上烏克蘭的條件 何況你現在才開始 而且一開始又是走烏克蘭的模式 你打非對稱 你打城鎮 你拖久一點 問題我拖久一點 死得多一點 換到什麼 能打得贏嗎 打得贏我也值得 打不贏呢 對不對 打不贏還要死傷那麼多 城鎮還要被破壞得一塌糊塗 美國不出兵 從烏克蘭的模式就看出來了 美國要出兵 第一個 它有沒有意願 第二個 有沒有能力 第三個 有沒有條件 我們從這三個來看都沒有 對不對 你在大陸 中國東南沿海地方 你美軍再強 你占不到便宜 因為距離的問題 航母不能逼近 你的所有的空軍都不能夠投射 那你拿什麼來支援台灣 所以這些問題我們攀在現實面講 不要談我們個人喜好 如果這一點你做不到 你拿我們頂上戰場 除了達到你的這個美國的利益 消耗中國大陸以外我們有什麼 第三個 講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才叫人力短缺 誰造成的 你賴在教育嗎 你美國把台積電成熟的工程師 挖到美國去設廠 2000多人的成熟工程師就在那邊 你知道美國還有一個陷阱你知道嗎 到美國的台積電是台灣的台積電的兩倍 但是它簽約只有三年 英特爾可以給三倍 好 那你這2000人到了三年是不是解約了 過去了 台灣是不是又要送2000人去填補呢 所以當美國能夠掌握到你源源不絕的 成熟人才 台積電到了美國 它不炸你台灣的才怪 因為台灣淪陷了 它怎麼能讓台積電又落入中國大陸的手裡 我挖你台積電到美國的目的就是說我有 但是我覺得不容許中國有 不容許中國有 它是不是要炸 所以大家不要聽這個 炸毀台積電是一個很不可靠的說法 但是在軍事來講這叫交土政策 我既然科技作戰裡面 不希望你有台積電的晶片 我也怕我自己沒有 所以先挖你台積電 挖了一批還不是 英特爾有接的挖 然後美國的台積電又要往台灣挖 台灣怎麼訓練也補不足 都補不足 所以這個陰謀如果大家還看不懂 傻傻的 我們怪罪我們的教育 還沒有培養足夠的人 你培養再多也是往美國送 因為它三倍的薪水 還有加綠卡這種誘惑 台積電的工程是禁得起嗎 那不就一批一批過去嗎 所以我講美國軍事援助台灣 是一個空的虛的 台積電這個是你眼見的事實 它挖根 它不是挖你一批眼 對不對 英特爾人那天就等了嗎 三年一到去了 對不對 你現在在美國的台積電公司 綠卡還不給人家辦 工作又累 又辛苦 又賺不到錢 他忘不忘英特爾跑 所以講炸不炸台灣的台積電 是看什麼 台灣輸在武統的時候 它當然炸掉 中美雙方有點的機權相聞 老死不相往來 回到我們中國古代道德經的 那個境界 可是接下來有很多的國際會議 他們雙方面會在國際會場 上面見面 比如說新加坡要展開的 香格里拉的安全論壇 中美兩國的國防部長會見面 再來在美國即將舉行的 APEC的年會 習近平主席拜登總統 也會在會場上見面 而且APEC會有很多的部長會議 可能經濟方面的負責人 這個中國大陸的商務部長王文濤 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琪 也會在下面見面 不排除雙方面財政部長也會見面 APEC見面的時候 是不是要場邊會議 難道我們只到會場 撒哈拉哈拉私家都不開會 會變成一個重點 再來 接下來 今年會在聯合國開大會的時間 應該是9月份以後 習近平主席去不去 這是一個問題 還是只是聯合國的代表 還是說中國的國務院總理要去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型很重要會議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聯合國大會 焦點就是俄武戰爭 你俄武戰爭的時候 主張俄武班的和平方案的 中國會不會去 去的可能性很大 搞不好拜登也會去 請問一下這個時候要不要見面 所以為了處理這個雙方面在國際場合上面 未來可能互動的機會或者甚至於風險 那王毅跟蘇利文兩個人是中美兩國最高的安全官員 特別的千里迢迢的 從各自的國度飛到了奧地利 幹嘛 不是看維也納去聽音樂 不是 兩個老男人在那邊坐下來聊了八個小時 我老天爺 而且王毅的英文很好 不需要翻譯的 全部用英文講八個小時也不容易 一面吃便當 一面開胃 表示問題很多 有些能夠取得共識 有些可能一下子也取不了共識 但是雙方面新聞稿所講出來的 美國表示不支持台獨 不支持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 請問你美國有沒有鼓勵台獨 有 美國有沒有鼓勵兩個中國 有 美國有沒有鼓勵一中一台 有 對不對 那你說不是我拜登政府的國務院 那你其他外面的政治部門在弄 那你都沒看到 所以這個有點的複雜 那當然中國畫面會講說 每一次跟你開完會 你回去就翻臉 說話不算話 王文斌講的話就是個句話 怎麼每一次講完的 你說話的不算話 那對於這些複雜的問題 我也不同意說 美國的對華的打壓的戰略 已經到極致 已經沒有辦法再來找你談 我不能再這樣子 你覺得還有招 但只是不用了嗎 那當然花樣還很多 比如說拜登準備要簽一個 在打壓到中國投資的項目 高科技項目 他花樣還有很多 不要以為只有這麼多而已 中國大陸不要那麼單純 相信美國人到此為止 那你就會中了當年西班牙的技策 西班牙當時也是這樣拜一下陣來的 所以很多土地 西班牙被移轉到美國去了 不然美國以前土地很小 很小 只有美東那13週而已 所以回過頭我們談一件事情 就是說楊潔 楊潔篪上次見面以後 到現在王毅見面 這是一個很大的歷史的一個轉折 中華人如何建立在國防 國防面的互信 對於台海問題 對於南海問題都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美國的內政問題 我跟你講 神仙來都很難救 因為這個問題是一環卡一環 二屋戰爭通過膨脹 提高利率 債券下跌 銀行持有債券賠錢 然後存戶就改是提款 提款了以後銀行就可能倒閉 倒閉了以後就可能產生 新一環的一個經濟衰退 誰敢的 拜登幹的 所以拜登民調下跌一點都不冤枉 可是問題是 你要去救還是要有錢 你現在還要給烏克蘭多少錢 還要跟中國大陸競爭一帶一路 這裡要錢 那裡要錢 你美國的債務上限 現在又提不上去 即使給你提了一兆五千億 也不夠用 你資料看那麼多 前段時間不是世界基礎建設 六千億看到影子沒有 沒有啊 那你FDIC為了救銀行 要跟大銀行提高什麼 保險費 收錢 那叫保險費 全款保險保障 你以為大銀行日子好過嗎 大銀行日子也不好過 所以你這邊一提高 大銀行股價就下跌 所以幾個禮拜前我就說 銀行股趕快逃 然後那個趕快逃 有機會就買黃金 這個問題是要整體解決的 先把俄務戰爭止血 你不要再錢送到烏克蘭去 讓整個經濟不受戰爭 跟政治的干擾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要幫他解決 政治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不可能還在打仗 還在處理中美對抗的問題 你能夠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 沒有一個經濟學院那麼神好不好 葉倫當然也是很無能為力的狀態 將軍怎麼看 這真的是前所未見 美國現在要交手的一個國防部長 是被他們制裁的對象 那現在Ossing要去跟他邀請見面 要求通話 當然就有很多各種尷尬跟為難 當然 因為目前全世界唯一 軍事上唯一的對手就是中國大陸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當然也不是說 它現代化的程度已經超過美國 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這個時候美國在搞全世界 像烏克蘭的問題去消耗俄羅斯 下一個目標很明顯是要消耗中國 因為兩個軍事大國不可能直接交戰 不可能直接 你說那個參議員那個 那個裡面提出來提議是很荒謬的 說怕美國基地被幹掉了 我們先制攻擊 還沒有正式開戰 你先制攻擊 中國大陸沒有反制 對不對 那你先制攻擊 一開始就是合制反制 所以這個問題 政客對著無知那就算了 但是行政部門他有他的打算 所以你看王毅這個八個鐘頭談判了 因為美國的科技作戰 經濟作戰不是打得熱火朝天嗎 但是有沒有效果 經濟制裁到現在 中國大陸收入收入美國的順差更多 那美國自己的美債馬上要攤牌了 這個銀行又出了問題 房市也出了問題 當然希望在這個會談裡面 台灣問題是沒有解的 因為它紅線畫得很清楚 美國只能虛與猥舌 說台灣公報裡面講的 我不支持台獨 我不支持一中 我不支持兩國論 對不對 什麼四不一沒有 那些老謊話還在那裡講 它是應付 但是我相信經濟作戰裡面 對美國不利的 它是不是要解除一點 看起來好像有趨緩的姿勢 因為再打下去它更虧 沒有消耗的中國大陸 其傷權還不只是傷自己七分 搞不好自己傷了十二分 對方三分 所以這個東西它會讓步 將來看出來它會讓步 對不對 但是它這個談這麼久 是不是為後面拜登的要鋪路 而且剛剛蔡委員就講了 重點一定是俄污問題 俄污問題嚴重在哪裡 春季公司打完了 總有一方勝敗 會有一點結果出來 那這個結果出來 雙方可能打不下去了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 調停的地位就突然升高 那到了聯合國大會 那一統天下 那這個時候拜登就要問 我扮什麼角色 不是前面放話 樂觀他去調停 但是到聯合國裡面 習近平一指 俄污戰爭 就是你一手挑起 你一手養大 你一手在支持 那個時候美國怎麼辦 所以我看 這八個鐘頭裡面 俄污的角色佔了很多 對不對 那如果說美國支持的烏克蘭 沒有達到順利的目標 那美國的態度要怎麼轉 怎麼轉下來 那中國大陸讓不讓你轉 還是把這帽子給你扣得失死的 所以這八個鐘頭會議 我們沒有參加 但是我們看後續嚴重的問題擺在那邊 那可能重點是在這個 台灣問題已經沒得好談了 對不對 所以我想經濟上有點紓解 科技作戰上有點緩和 或者是讓步 或者是交換 俄污是重點 說謊基本上是歐美白人國家 領導人很常習慣的一個制度 他們用說謊來掩蓋 真正內心要的東西 以這一次的中加事件來講 是很容易惡化 而且沒有什麼理由 莫名其妙惡化 為什麼 因為中加之間 沒有互相需要的地方 加拿大出國到大陸 只佔加拿大出國量的4% 而加拿大到美國出國量是75% 所以加拿大是美國的反俗國 這變得很正常 那一樣的 加拿大 這個中國出國到加拿大的金額 也很小 不是重點 所以兩方面在貿易上 沒有互相需要的地方 再來是所謂的價值 這個加拿大總理說 你干預我們內政 他現在舉出來的例子 都莫名其妙 這個叫干預你內政 他只是一個中和混血兒 在加拿大長大的一個眾議員 他說他反中 所以他在香港的親戚 被中國大陸威脅 我們弄個老半天 他全家都在加拿大 他爸爸從年輕的時候去 遇到媽媽也在加拿大結婚 他兄弟姐妹 沒有人在中國或香港 香港親戚誰 一表三千里是不是 所以我是覺得講這種理由 都很荒唐 但是在野黨 他炒作反中 所以變成你這個 加拿大總理也要跟著呼應 反正杜魯道就是這種咖 以前跟習近平見個面 回去就亂吹牛一通的人 他在這畫面 就是說民主政治最糟糕的 就會強迫或者甚至培養出一些 表面上很好看的人 但是他只想要作秀 他只想要表演 覺得表演就有選票 所以不是一個真正的議題 像加拿大的反中氣氛 當然沒有美國那麼大 但也會受美國影響 所以中國在這畫面不用太期待 至於所謂的加拿大的農蝦的東西 佔加拿大出口量不大 有個別的公司會緊張 對加拿大來講經濟沒有影響 所以兩方面互不需要的話 就很容易老死不相往來 只是加拿大很想要辦美國的小弟 動不動地跟著美國 派什麼偵察機到中國的東海 黃海來晃一晃 那就小心被中國擊落 這是不一樣 至於這個韓正是去參加 英國國王的加冕典禮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外交上的一個 要談判的一個使命在身上 但王毅跟秦剛是很具體的 至於秦剛特別是到挪威提示來說 要談談有關於北極的問題 因為中國算是北極的 相關利益的當事國 未來北極的事務 在大家認知上說 當氣候暖化 北極的冰城 漸漸融化 很多北極的航道會出現 這航道出現的話 中國的船就很容易 經過北極的航道 挪威剛好是守住北極航道 到歐洲很關鍵的一個 預理位置 所以跟挪威談談也有意義 表示中國在布局已經看得很遠 看得很遠 對於北歐 對於南歐都有一定的想法 但是西班牙首相 這個新聞導表獨特 他說他會跟拜登總統見面 見面的時候會請拜登總統 注意一下中國跟巴西 對俄烏戰爭的看法 你不要老是說 你美國跟英國兩個人湊成一團 自己講自己相信就好了 也要聽一聽中國跟巴西的看法 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看他加拿大跟中國大陸 沒有什麼厲害關係 不大 商務的項目很小 他只是當美國的一個富用國家的 替美國講話 因為美國在這個白人世界的G7裡面 最切金的就是英國 你看俄烏戰爭裡面天天罵俄羅斯 又給烏克蘭好的武器 那加拿大也作為美國所謂堅定的盟友 至少要表示一下吧 所以這個事情就弄一個很沒有理由的理由 說中國去干預他的內政 我不知道怎麼樣去干預法 萬里之遙 而且雖然說溫哥華很多華人 當初香港九六飛彈危機去了一大堆 後來反送中又去了一堆 還有我們台灣同胞也去了不少 但是你要曉得在全世界的華人 在僑居地的政治 政治意願都不高的 假如說像這個美國的非裔的黑人 政治意願很高 他會影響 對不對 或者西班牙語系的某些 華人很少 對不對 所以這個理由是很牽強 那杜魯道為什麼我講他不成熟 當年華為的問題跟你加拿大有什麼關係 他可以違反國際上所有的規則跟禮儀 把孟晚舟就拘禁起來 拘禁起來找不出起訴的理由 關你屁事 對不對 現在又搞一個 中國大陸干預他內政 也是莫須有的一個事 所以我講這個領袖是不成熟的 年輕的 根本沒有資格當一個大國的領袖